第172斤 三日后,沈潇凯旋归来 这一天,秋高气爽,威风清雪 一早我便率领众飞瓶,后在宫门前翘首盼望 空气里涌动着纸粉香气,金电翠翘 珠宝玉石,在阳光下发出夺目的光彩 我虽站在手端,也觉得头晕脑闷 风飞凉,可身上出了一层又一层的饱汗 身边的怡妃觉出我有意,蒙低声关切道 皇后娘娘,你怎么了?脸色这样摆 惠妃闻声望了过来,也惊讶道 娘娘是不是不舒服,怎么出这么多汗 我拿出帕子,暗暗额头 前面明晃晃的日头,晒在汗白玉的大道上 十分的刺怒,令人眼睛发花 腿上逐渐失去力气 我忙扶住汇局的臂膀,努力地稳住身姿 让声音听起来也不那般无力 日头这样大,都喝点水缓一缓吧 玉梅带一些工礼端来玫瑰路 一时间纸粉气中,又加进浓郁的玫瑰香气 我只觉得胃里一阵着翻涌,差点呕出来 汇局适时端来一杯冰水 我抓住救命稻草般阴影而尽 只觉得四肢百害都是舒展开来 却没有注意,会飞头来的若有所思的眼神 前方扬起尘土,一匹早红马急尺而来 后面一辆四驾乡坛马车 一个内奸服饰搬在我的面前道 放皇上口语 请娘娘至今朝牢牢请与众臣 亦从迎击大军 我一愣,身后也传来窃窃私语之声 我也不知为何沈肖会发出此令 但谎命难为 只好嘱咐由慧妃主持各项事宜 又留汇局协助,这才登车离去 马车行驶得飞快 虽然那里布置得极舒适 但仍挡不住颠簸带来的不是 沉重的朝服后冠压得我脖颈酸腾 却不能靠一靠,只能抓紧的座位 期待这段时间能快点过去 还好,因肃清街市一路无阻 不出半个时辰,便到了牢牢亭 众臣见马车纷纷下拜 我只等车停饿后才掀开了帘子 只见七个跪在我的面前,朗声说 臣,恭迎娘娘奉驾 我强忍住不是,朗声说道 众轻平山 西哥上前一步,向我伸出手,目光低垂 皇上,即刻便到,还请娘娘下车 多谢王爷挂怀 之后,与他并肩走到对手,翘手望向前方 他似自语般,只用我二人才听得到的声音说 娘娘,要看顾好自己的身子 老老天,当初你送我 就是在这里 是啊,这一晃,已经很多年了 我只看向前方一马平穿的大道 两侧垂柳依依,叶子却泛出枯黄来 日头见大,我有一些头晕 只能强忍着,盼望沈霄早点到 正不耐之际,只见惊奇十万,自滚滚烟尘中醒来 龙弦宝盖成朝日,佳妾红尘暗天起 当仙义人,白马金安,紫张金兽 意态满满,质卷长红 明黄披风烈烈生风 金色腾龙栩栩如生 他带着漫天药木的金光极齿而来 如天神般俊逸的风姿,令日月生涩 我不由眯起了眼睛 不让那夺目的身影,刺痛眼睛 忽觉得眼前金星缭绕 腿上湿利欲斜斜歪向一边 稀赫发现我的异样,盲伸手扶了一把 我调整好姿势站稳住 指着顷刻间,沈霄已近在眼前 我上前一步,帅众人跪拜在地,山呼万岁 宽阔的青石板路,被太阳晒得花白 我只有闭上眼睛,才不让一滴泪流出 沈霄的声音高高传来,多了些沧桑,又添了傲气,令人生出难以亲近之感 我站起身,抬头迎向她的目光,抱以灿难一笑 臣妾恭祝皇上平定四海,凯旋归来 沈霄爽朗笑道 治国平天下,乃朕分内之事 皇后治理后宫,欲王监国 诸臣子为朕分拥,也都辛苦了 众人忙再败不感受,沈霄马边一挥 回公 我步上马车,紧跟起后,心底却有隐隐不安 不知是不是因为方才沈霄的目光中流露出的一点疏离呢 宫门前,惠妃率仲妃迎接圣驾 我从马车上看去 他装扮雍容,举止大方,神态自然 一切紧紧有条,颇有几分国母之风 沈霄并未多停留,便带文武百官进入前庭 我与仲妃回去后宫,准备晚上的庆功宴会 当晚,沈霄在前庭,封赏此次有功之事 大宴群臣,我在后宫招待众臣家眷,许以夸赞 我树银花不夜天,歌声唱彻月儿圆 一派繁华盛景 待宴席散了,已是月圣中天 张德海传话来,皇上醉了,在养心殿歇下了 我这才脱去华贵的礼服 看着一轮明月,孤枕难眠 这个夜晚,于情于理,他都应该留宿昆宁宫 以显地后恩爱和谐 可是,他没有 之后三日,沈霄皆为他祖后宫 众妃拼有些惶惶 无论谁打着什么旗号,去养心殿接着被张德海拦了回来 我怕沈霄在战场上受了伤瞒着 便命惠菊以初宫探亲的名义,去问一问大哥 这日傍晚,惠菊回来了 大哥的意思是,欲亡监国期间 有些并不紧急的事不敢擅传 因此,都是留着沈霄定夺 如此,便繁忙了一些 想来过一阵就会好了 但我总是觉得,并非如此简单 只是觉得哪里不对,却摸不着头绪 加上万寿节将至 各州府陆续供上寿礼,我需一一点捡 令要安排当日宴席,便不再多想 汇菊回来时,还带了几楼大闸蟹 据说是三个,命人从阳城湖中捕牢出来 养在湖水中,在快马家边的运来的 我见这些螃蟹,体大飙肥,青壳百度,金爪黄毛,十只娇剑 此时正知金风送爽,菊花盛开之时,正是品谢的好时节 正想着,便要小厨房次日烹制出来 命欲眉,邀请宫中得宠的妃嫔 次日到昆宁宫赏谢,正好借此机会探一探沈西瑶 次日便是赏谢宴 清晨石花菊送来真品菊花数十盆 搁在廊下街前 又在设宴的小花园中搭起了花架子 午膳前,受邀的妃嫔便已经聚齐了 一面赏菊,一面谈笑,一派和睦 我在西侧店窗前看着他们 因是小聚无需隆重 顾菊嫔便们的打扮都是十分清简 惠菊一席秋香色,金丝菊花十六裙 一个身着天青刺绣,五彩碎花的年轻女子 站在她面前低声地说着什么 惠菊只一脸淡而疏离的笑意,却不开口 浩月独自站在花架前,肩获描一眼惠菊 眉宇间有淡淡的担忧之色 惠菊在我身后轻声说道 惠菊身边的是陈长寨 我点点头,只见一飞一身素淡色的水色灵波裙 走进了花园中 走得近了才看到那裙上淡雅的青花奥纹 十分清洁朴素 我对惠菊说 去看看小厨房那边 挑几只好的,你亲自去一趟,送给皇上 之后,灌了一身霞紫色 银丝碎梨花和叶群 横挽一只菊花金珠长簪 这才走了出去 和风舒畅,金举飘香 因是小燕,便免去了诸多规矩 与众人坐在桌旁 一面饮酒,一面先品小菜等待 再谈一些典故趣事 气氛倒也是和乐 正与惠菊聊着近来皇子的情况 只听一个爽朗的声音含着笑一道 皇后有好些,朕来讨两只 众菊先是一惊 之后不晕而同 露出甜美的笑容 迎接沈霄的御驾 她从月亮门走了进来 一身酱紫色,金线菊温长服 头戴赤金盘龙冠 笑容堪比秋日 她直直地向我走来 扶住我欲下败的身子 携我在手座坐好 这才对下面的飞频道 平身吧 她的手微凉 脸带着眼底一点冷腻 好似秋阳笑得瑟瑟秋风 那点暖只是浮在面上的 深一点便是冰冷 我为她蒸酒 笑着 臣妾命汇聚送去大闸蟹过去 也不知道了没有 沈霄端起酒杯 语气温和道 朕就是看了那蟹 才决定过来的 正好豫王和几个大臣也在 就赐给他们了 她说着又对仲妃说 朕自灰栏也忙于政务 今日终于得闲 借皇后的美酒好谢 谢你们勤俭为国 之后一眼而尽 仲妃谢恩之后 纷纷就坐 宫里端上蒸好的大闸蟹与菜品 一时经鲜香四溢 令人食指大动 只是我看着这蟹 不由就想起了 当日在凡事里 浩月拿来的那几只肥美的大闸蟹来 以及 我的目光一扫 落在浩月桌上 她身边的宫女正撬开蟹盒 放在银盘中 浩月的小勺正要吃那蟹黄 只见沉长在 一面将手中的蟹脚放下 一面笑着 叶贵人 皇后娘娘的大闸蟹 可是商品呢 你这样吃 可就白白浪费了 她的声音 娇如黄鹰出谷 又带了甜甜的笑容 仿佛亲密有人间善意的提醒 却令浩月面色潮红 难堪了起来 她悄悄朝惠妃头去求助寺的一眼 惠妃只是摇着手中的折扇 并不看她 而是含笑望着陈长在 目光中似有赞许 陈长在自然注意到 于是更加卖弄了起来 螃蟹冷了 就有心气 要趁热先吃蟹饺 再吃蟹熬 最后 再吃壳里面的肉和黄 月贵人先吃了蟹黄 等下蟹饺冷了 反而就不好吃了呢 浩月尴尬地笑着 乐蟹常在提醒 我久去京中 倒不擅长吃这个 陈长在得意的一笑 事翻般拿起蟹钳 从后到前将蟹脚剪下 又用蟹针将腿肉顶处放在碗里 对身后的宫女说 看见了吧 要这样弄的 笨手笨脚的 糟蹋了好东西 她的声音虽轻 但底下众人 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不仅浩月 连众人的脸上 都是挂不住了 我见浩月一张脸 胀得通红 手上拿着 掰成两截的蟹脚 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十分的狼狈 沈霄四味听见 只是笑着说 呵呵呵 这让吃蟹不吃风雅 不错 如此 陈长在更加得意 而浩月呢 则是显得无地自容了 一飞见浩月窘迫 心下不忍 望一望我 又看一看惠妃 我只是品着 手中上等的菊花酒 贵妃与身边一味昭龙闲谈 一飞举起酒杯 抿了一口 朝我笑道 皇后娘娘这儿的酒 到底干纯 近日 怕是臣妾 要多讨几杯呢 我朝她微微一笑 对众人说 这是去年重阳时 摘下的菊花酿的 味道十分纯美 又不亦醉 与养生 也是颇有功效 你们倒是可以多喝几杯 之后 看着陈长在 温和说 本宫记得 陈长在是安养人士 不想对吃蟹 竟有这般的研究 陈长在起身 失了一礼说 娘娘经记得 陈妾是哪里人 陈妾感激不尽 陈妾虽出身安阳 但母亲是苏州人士 极爱吃蟹 当年陪价中 还有一套银箱珊瑚蟹八件 故陈妾略懂一二 哦 陈长在 真是谦虚了 我随口说道 不想她用团扇 扮演出粉面 仿佛不胜娇修版 皇上娘娘妙赞了 臣妾确实只懂一二 若说行家 还要数会飞娘娘呢 她说着 仙仙一指 只向会飞桌上 一套吃蟹的工具 臣妾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般齐全的工具 又是这样的精美 实在是大开眼界 众人随着她说的望过去 只见锤 对 钳 铲 铲 钳 钳 钭 针 等十八样精致实用的 金箱金刚石用具 整齐地摆在会飞的桌上 那金刚石 在秋日成明的阳光下 熠熠生辉 只晃人眼 我一惊 随之巨大的恨与怒 涌上了心头 接着 又有如是重负之感 终于 我可以完全地确定 一直在我背后指使 浩月作为的人 是会飞 无疑了 会飞对众人的注目 倒是不以为意 面上的笑容 始终端庄 大方 只对身后的宫女说 把本宫面前 这只剥好的螃蟹 伤给陈长在 本宫母亲也是苏州人 咱们到走旋 陈长在一愣 又一喜 盲视李信恩 坐下后 朝浩月投出挑衅的眼神 一张秀美的面上 显出得意望行来 而浩月的面色 则是更加苍白了起来 我只坐毕上官 念浩局传歌舞 又与沈霄和姨妃谈笑 倒没再注意席下的情况 不一会儿 一歌姬身着香色刺绣 碧菊夹衫上赏 一条青色引竹叶纹百折裸裙 亭亭鸟鸟的走进了菊花丛中 它满头青丝高碗 便插戴帽 琥珀珠花 正中一朵翠玉叶子 掐丝金菊花簪 朝众人微微失礼后 婉转地唱道 暗暗淡淡子 荣荣亦亦亦晃 桃令离边色 罗涵宅礼香 几时尽重路 时事怯残阳 愿饭金烟谷 生君白玉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